好过年的脚步是逼近了不少人开始在做大扫除 但是近日就有民众发现瑞穗乡部分的野溪河床 水浸沟出现了大批的垃圾 还有坏掉的椅子 工程废弃物或者是农药罐等等堆满了河床 那么八年前退休的业性民众是好心捡食垃圾 没功德心的人却是变本加厉 那么叶大哥是希望大家不要再乱丢垃圾了污染环境 各式各样的垃圾随着水浸沟的流水在浮载城 污染农民的灌溉用水 退休八年多的叶大哥看不下去 主动减食清晕垃圾 不料隔日又见满堆垃圾 叶大哥傻眼也无奈只摇头 然后昨天发现怎么特别的 是不是元旦期间大家喜欢往水瓜丢垃圾 把恶运往水里丢 是不是这个原因也不知道 那你这样子这样来来回回清了大概多少 两趟昨天清了两趟 看到环境脏乱垃圾满地 叶大哥都会主动减食清理 但随着过年脚步的接近 大家除就不心大扫除 就发现野心河床水浸沟的垃圾 也越来越多污染河床环境 叶大哥相当痛心 这不像香代表领域分反应病到场关切 最夸张的地方是哪里? 河床捡来的垃圾 也希望大家过年除就不心清理家园时 还是将垃圾交给专业的清洁队来处理 共同维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记得食欲栏最碎采访报道哦